美国空军16日发布新闻稿 表示他们在14日成功试射了一枚高超音速武器 地点在南加州海岸 一架B-52H轰炸机成功发射了一枚AGM-183A高超音速飞带 全名叫做AGM-183A空射快速反应武器 内文指出这枚飞弹发射后实现了超出音速5倍的速度 可以针对严密防御的陆地目标 透过快速回应袭击来扩大精确打击能力 美国空军杂志表示 在2021年连续三次测试失败后 美军首次成功发射空射快速反应武器 为高超音速武器项目提供了急需的推动力 除了美国之外 俄罗斯与中共军方也积极在发展高超音速武器 英国《金融时报》曾透露 中共2021年7月和8月 曾在南海上空进行高超音速武器试射 引起美方关注 今年4月 美国、英国和澳洲AUKUS三方同盟宣布 将联手加速发展高超音速武器技术 新航亚太电视 高炳银、张瑞珍综合报道 喜悦忍